到底创业难不难呢 有些人觉得创业 你要有一盘的这些什么计划书 才能够真正地去创业 但是也有一群年轻人 他们只凭着自己一股傻劲 还有对这个事情的热爱而去创业 他们完全没有给自己的后路 只往前冲 就好像我们今天这位主角一样 我们常说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 性格各异的四人团体组成的 Wabicon Production 借由通过搞笑与轻松的养乐方式 挖掘出马来西亚人熟悉又陌生的本土文化 创造出马来西亚本土化的搞笑视频内容 让更多人了解马来西亚本土多元文化 欢迎收看《上海明人坊》 你好 我是建川 我一直觉得在这个年代 如果说没有在互联网上看到你的一些内容 让人找得到你的话 可以说是一个失败吧 这就是内容为王的一个年代 那在这个背后呢 到底可以怎么做一些变现的动作呢 你拍了这些内容 可以有怎么样的一些商业模式 我们请教一下今天的嘉宾 就是挖金的创办员 他就是赛 赛你好 你好 你好 主川 首先要弄清楚啊 挖金跟赛 是有关联的对不对 有一点点关联吧 为什么叫挖金呢 你们的公司 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是想以 赛这个名字来作为主题嘛 所以我们福建人在北马 赛就是 金的意思 南马的福建人也是用这个赛 对对对 但某种意思上它是金嘛 然后我就想说可能我们可以 开始用奥匹赛这个名字 但太难听了 我们整个就是我跟我伙伴 觉得这个名字不行 所以我们就想说要不然换去华语吧 就华语就是挖鼻孔嘛 然后觉得可能不错 可能你用马来语话来讲也好 英文来讲也好 它也是挖鼻孔这样子 嗯 然后我们就决定用这个名字 再加上华语 尤其是挖鼻孔 我们就叫它挖金吧 因为我们要让我们观众知道 我们的内容不只是表面上那一层 可能如果你看多两三次的话 你可以发现到有更深的意义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啦 嗯 那你的名字呢 我的名字赛呢 其实如果讲真正的理由的话 其实是因为我是姓蔡 对 然后我是在日本留过学 所以在那边的时候呢 大家都叫我塞 因为那个一样的汉字嘛 嗯嗯嗯嗯 所以就从那个时候我就一直被叫塞 然后回来之后呢 我就觉得可能就这样子 用这个塞名字人家会比较记得吧 啊 塞堪基是念塞 对对对 原来如此 我还不知道 也换句话说 其实你是这一家公司的灵魂人物 对 大家都是灵魂人物 天虚 为什么想到创办这一家公司 其实是因为很大关联是在我日本留学的时候的一个经验啦 就经历啦 就是 我很喜欢看综艺节目 我很喜欢看他们的节目 然后我就发现到说呢 呃他们很多节目都会介绍那一种比较没有人什么知道的一些地方 嗯哼 可是他们就以很一个轻松 然后很有鱼乐性的一个方式来呈现给大家 就比如说 呃 那个冰岛是吗 不是我是那个卫生来的 他们就说哦 那个葛达是吗 哈哈哈哈 不是不是不是不一样不一样 当然你 你其实创办这家公司要频繁 你多年来的那种委屈是吧 对对对 就很委屈哦 明明是冰岛人嘛 那其实还在这个日本的时候 还让你看到说他们那边的呃 影片创作是怎么样的 呃我看的通常都是比较综艺性的 呃他们综艺是很重胃口的欸 对 我就喜欢 我就想可能可以带入一点点来我们大马这里 你真的有带到吗 还没有 要比较尝试 现在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是呃 可能我可以先做一些比较大众口味的剪辑 让大家先初步去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一步一步的掉入你的陷阱是吧 对对对对对 这个是我的 plan 这家公司是在什么时候成立啊 这家公司在2020的年底我们开始成立 可是当时就资金不足 所以我们有一半做production 然后一半做content 嗯 然后直到去年的11月 这样子我们才正式的转换为full on content 嗯 嗯 就你从日本回来之后马上就投入创业了 不是 日本回来过后我先加入一家公司 也是做content的 嗯 就是做光你比较马来西亚的content 然后我做大概两年多三年吧 嗯 然后就决定自己出来做一些比较 因为当时也是不错的 只是 不是 不是很align with my direction 嗯 嗯 所以我就想说OK出来做自己想要做那种中口味系列 嗯 嗯 当时你是在那边做什么职位 也是video content grader 就是写稿啊 刀啊 哇 那你的创意应该很多吧 还好啦最近越来越少了 所以需要大家的帮忙 江蓝财经 真的 干枯了嘛 会有玩 是我总觉得你在做创作这件事情哦 需要很多的火花 对 你通常会从什么地方得到这些火花的 基本上都是日常的话题吧 就是我跟我们公司的人一起在吃饭的时候 聊到的比如说附件化的差异 嗯 这样子我就哎 这个是有点奇怪哦 你们是错的 然后从那边就开始慢慢的写稿 嗯 所以通常idea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就可以得到的 嗯 对 目前的影片受欢迎程度 或者说反应是如何的 反应我觉得 呃 它是target一些比较niche的market啦 就是可能不是大家 嗯 就是一些会讲不见话的人 对 比较多 对 呃 就是因为我们 可以 很深入怎么讲的 因为我是以大三角人角度来去发言嘛 所以我觉得啦 自己觉得吧 就是大三角人会有共鸣 你觉得大三角人跟冰岛人 真的有很多的 误会吗 对 哈哈 我们都是一直被瞧不起 长大的 一群人 比如说误会会在什么地方 语言会有误会吗 福建化 没有那么多 嗯 可是他们不当我们是冰村人吗 哈哈哈哈 就如此 哈哈哈哈 释怀吧 哈哈哈哈 这影片推出之后 呃 大家的反应是怎么样 有没有人来抨击啊 那当然我觉得是有啦 本身 不管是冰岛人 或者是Mainland的人也好 他们都会很relate to that topic 因为那时候我们第一支影片就是Mainland versus Island 嗯 就是两个在谈判那样子 然后我觉得呃我们就从那边获得很多Mainland的支持 哦 因为我们都是被欺压 从小被欺负到大 嗯 然后现在终于有人把我们反平这样子 嗯 所以我觉得就可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咯 嗯 然后Main 呃 冰岛那边的他们就 哦哦哦哦 随便啦你们做你们的东西啊 哈哈哈 他们还是不把我们放眼 但是回到来真正的目的 你们做这些video 或者说成立这家公司你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目的就是要呃 呃 就是这些小地方 呃无论是大还是小啦 就是要制造话题 因为要不然的话 可能在别个州属的每 某个角落 某个城市 可能它是有一个很好吃的 嗯 一碗食物 或者是可能是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呃 习惯生活习惯 嗯 然后就没有人去发掘它 这样我们就去那边挖金 嗯 不 哈哈哈 对 只是 做生意还是要赚钱吧 你们有没有想过赚钱这件事 基本上 我就刚才有讲过 我们之前是做production 嗯 就是做广告 跟做content 然后 自从去年后 我们就开始认真起来 呃慢慢的 就有商家来找我们 我不会说是很快 就是 slowly picking up the pace 如果可以持续下去的话 应该是ok的 到目前为止还是亏损的状态吗 哦 当然了当然了 一直在亏 就一年多的时间 对啊自从我们从十一月开始嘛 就是正式转换的时候就 就是去年都是在亏啊 嗯嗯嗯 有没有给自己一个目标 什么时候要赚钱 或者说不能够继续下去了 嗯啊还是说 我们一定要转换也是怎么样的 对有没有有没有 就到今年了 今年如果还是赚不到钱就是真的是 不知道怎么 到今年啊 我们现在录影的时间是四月多 嗯 换句话说还有八个月 八个月 我看你来这个节目其实是要圈分 比较多 对对对对 就希望他们刚会去看你们影片 对对对 有人就很好奇 到底制作影片 这一些是可以怎么赚钱的 我觉得赚钱的方法是要看你 自己有创意吧 嗯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 income stream of income 比如说第一个最直接的就是 就是你从Facebook得到的那些Ads 嗯 Facebook或者YouTube那种直接 人家观看数就可以赚多少 对 那是直接的 可是那个并不多 嗯 然后你真的是要每一个video都有 可能几百千个view以下吧 对对 好像YouTube的话是每一千个view 有一块钱对吗 不简单啊 嗯真的不简单 真的不简单 这是第一个吧 第二个就是商家的业配 最好赚 最好赚的 哈哈哈 很怕用指挫 最好的啦 一个方式 只是那个也是要有一定的 你的流量 对 要有容量 还有你要有足够的认知度 才有商家会找你 嗯 然后第三个可能是你自己卖你自己的产品 透过你的平台 嗯 这是比较mainstream的 目前你们觉得嘛 现在的商家 他们比较能够接受的点子是怎么样的 安全的 哈哈哈 他们就会来找你说 啊我要你的crazy ideas 给它够 不要啦我们完全力点 哈哈哈 你找我们做模式 那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我不懂耶 他们怕网民的那一个吧 就是人家会怎样看待他们的brand which I understand 就是你要attass一点 就是如果你要来approach我们的话 你就要以我们的style来进行嘛 嗯 如果你叫我们做A 公司A的话 就不然就找他们更好 对对对对对 那你觉得如果说 呃这些公司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点子 然后引起一些网民的 他法也好 或者讨论也好 其实某个程度来看 它其实也达到某个程度的意义对吧 是嗯 然后去看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什么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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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现在做过的最疯狂的是一个怎么样的内容呢 我觉得是最近我们做的那个Laksa吧 嗯哼 就是萨老爷Laksa vs Pinang Laksa 因为这两个料理是非常不一样 可是他们用一样的名字 是 所以我 Pinang的代表那也可以输咧 所以我就想说一定要我去弄清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招了大概那个应该有九个吧 九个周数的人 我也不记得 就来一个谈判的样子 所以那个是在content side来讲 是我们最 努力 最高的一个影片 嗯 吃了多少了Laksa 没有吃了 我们只是讲不了 哦 就是一个辩论而已 对对对 哦 好像一个国会这样子的辩论 嗯 那你觉得你们现在在马来西亚的市场上 是应该怎么样的定位呢 我们的定位我觉得是第一 是要拼命 就是大家都可以relate到的一个话题 第二就是 刚才我所说的那个 要去发掘不一样 地方 就是文化也好 事物也好 语言也好 因为我们有不见话 我们有广东话 到目前的意思 我们还可以explo更多不一样的语言 嗯 就是有很多 即使是马来西亚的花人也好 还是有很多种类的嘛 有些是banana的 有些是非常gina的 嗯 可是你们现在还是在做编程而已哦 啊有啦有啦 有expand去那个巴胜啦 巴胜 哦终于跨出那第一步了 巴胜遗保也有了 嗯 只是因为写稿通常 大家都写 只是我写的稿比较多 所以我就会以平常的角度来出发 嗯嗯 那在mco的那一段期间 有没有影响你们的production 非常影响 嗯 也就是因为那个原因 我们就去正式转换为content 因为video production就是当那个顾客不需要你的时候 他们就apply就可以抛弃你 我们就被抛弃了蛮久 所以我们就决定自己成立自己的brand 就是这个watching的content page so that我们有自己的say 嗯 就是可以自己做content 然后人家上家来的话 我们可以自己以我们的方式来去进行买卖的生意吧 嗯哼 只是说mco那个时候 你们虽然说已经转型了 但你们还是要去拍摄嘛 是 那个时候会影响你们不能够外出 因为mco不能够外出 对对对 所以当时我觉得第一个爆发的影片 应该是在6月时候嘛 我们做的就在office出不了 就是office很简单的 冰城vs巴胜 这两个不见话的不一样 就是做那个非常简单的 video大概 那个就去到1 million view on facebook 哇 哦 从那边开始我们就觉得 可以做这种金 继续 继续 继续挖那个金 嗯 但我们知道说这个view 都是上上下下高高低低的嘛 嗯 并不是每一个影片都能够有那么多的人看 是 那你们会不会有很大的压力 有 所以这个1 million出来又死了 这个video怎么办 然后我们就tassel 当然它不会像1 million这样高 是 但它它会拉起我们的平均 嗯 光碳率哦 之前呢不会超过一百千 然后现在basically都会超过一百千 是是是我随便看一下应该都有三十万吧 都很不错的一个成就 才成立短短的应该大半年 是 2021是吧 刚刚提到 2021的6月开始第一支 然后11月开始第一支 也差不多一年了啦 嗯 嗯 那你们更新这个影片的频密啊 多频密的 一个月至少 一个礼拜至少一个 真的有那么多 啊 对 一个礼拜一定要一个 然后 那的话就两个 比如说这个礼拜应该会有两个 这样子的一个作业 你觉得压力大不大呢 啊 因为idea真的是 会晚啊 嗯 然后idea过后你还要写那个稿嘛 那写稿又是另外一个程序 是 然后又尽量不要太像前置全 也不要太像别人 要像自己 像自己 就是那个三角声音嘛 然后 Quality Quantity HighCreativity 然后你就要 Somewhat 你就会只有两个而已 嗯 Yeah 商界领航 白起名传2022 正式接受提名 一个影片的制作大概要多长的时间 从你刚刚提到要有点资 嗯 点资之后就写稿 写稿之后就到什么 就到Production meeting 对 Pre-Production Production 然后Post-Production 所以大致上有五个阶段吧 这样子讲的话 大概一个好的 可是很难讲好的嘛 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随便做 就随便中 就很好 对对对 然后有时就是花这么多心思 诶 怎么没有人看 对对 大概我可以讲是两个礼拜到一个月吧 嗯 从一开始零到结束 嗯 大概平均上来讲是三个礼拜到一个月 对对 那如果有客户要求你们拍这个影片 也是这样子的作业时间吗 还是会更长一些 因为我们知道说整个过程 又要给他看 对对对对 first card 然后还要final approval 什么之类的 对 这当中都会吃很多时间 是 所以那个我们都会通常会跟客户讲说 两个月之内会完成 嗯 其实你刚才说到一个重点就是 有些时候你很认真做 可是这个view真的很少 随便做这个view很高 可是这一个你没有办法跟客户 解释的嘛 是 那你怎么去说服他们呢 我真是不知道 就是 他们问的时候 我们都会给一些 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东西嘛 就是他们通常会在lunch之前 会给feedback 那你看啊 如果商家他们一般上在传统媒体买广告 他可以让你知道说有多少人在收听 有播多少次 可是在网络上 我不能够给你一个保证说 这条片出去会有多少个人看 因为我们不知道说这个什么时候会爆发 是 会有人来大量的看嘛 是 那你们怎么去说服客户呢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可以换句话就是 可能我们在卖的时候就会保证说 所以我们会at least get these guaranteed views 哦 有 which 我们会大概有一个信心啊 就是我们不会讲说 集一 million views 这样子啦 是 真的是自己 自己把东跳咯 所以我们会以一个大概 以 follower 的 base as a base to make a guarantee so that他们也觉得 ok 你加入这个领域之后 你发现要买一下的这些 content 属于一个怎么样的阶段呢 百花齐放还是已经开始看到同质化了 大家在做一样的东西 我们看网红就好了 嗯 当有一个人做二稿的 大家就做二稿 当有一个去买物质 大家就买物质 买车就大家买车 是 是 就是 either 你是基纳的 你就会参考很多台湾的东西 ok 然后banana的话 你就参考很多很多东西 对对对 所以没有一个马来西亚 独特的 嗯 就是像韩国也好 他们比如说他们Running Man这个 show 我们就会 以Running Man来做 韩国的标准 嗯 然后日本的话 你们觉得他们是神经的 嗯 可是马来西亚就没有这个东西了嘛 泰国就有很好笑的广告 是 马来西亚的话有什么没有 特色 对对对对 就是讲马来西亚话 人家说看到这个影片 哦 这是马来西亚的production 有啦有啦有啦 应该有吧 做prank啊 去赌博啊 还有粗话的啊 还有 粗话我不敢得罪 粗话我不敢得罪 sorry 哈哈哈哈 我是说那个是一个特色 对对对 对 那个是一个特色 对 那个是很好的一个特色 只有你们的未来是希望说自己 还可以做到一个怎么样的程度 嗯 以一个非常轻松 然后entertaining的方式 来介绍我们不一样的那个文化 我们讲到尾 我们还是通一个call 是 但是你们的影片 会传达一些资讯的嘛 所以现在我们at this stage 我们只是非常的轻轻的带过 就是以一个 不是讲不认真 我们还是会有fact check 嗯 但是我们不会去深入的探讨 因为这样子的话 就会跟别的 比较认真的documentary 就没有什么差别 嗯 所以我们只是要带动大家 大宗的口味声 就是大家来看吧 嗯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 可能以后可以explore 我觉得拍影片对你来说 应该都不难 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 那你除了是公司的主导人之外 其实你也是里头的演员吧 对 当初是怎么样找这些人跟你一起合作呢 我们啊 我们整个团队有大概六个人 嗯 最初的 发起的 发起是我跟我的伴侣Bernice 两个人 嗯 然后途中我们就遇到 我们现在的两个大猴排 就是一宝来的Elaine 还有巴生来的余生 嗯 所以这两个其实是我们在 刚才我讲的 我们做video production 所以在那个video production的时候 就认识到这两位咯 嗯 那你们又是怎么样分工合作呢 或者说 你知道 要聚集那么多人一起创业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分工合作基本上 我们idea是大家出嘛 嗯 然后写稿大概是 医生跟我咯 两个人写 然后Bernice 是负责比较production side的 就是Bernice 整个运作都是他在负责 大概是这样一个分配 然后Elaine是一个非常有 创意的一个人 嗯 他的idea可以去到天马行空 哇 到你不知道怎么去execute它 嗯 很不实际 所以就我回来ok cum down 我们去英国 然后来那边 对对对对 并且他就是一个artist 或他就是一个创意人 一般上创意 他就是给你很多的点子 是是是 你死给我就好了 拍出来 对 就要写稿 比较可以execute的一些稿 这是你们第一次创业吗 基本上是吧 嗯 对 所以创业其实对你的概念是怎么样 是不需要赚钱的 或者说不急于赚钱的 at this stage我什么都不能讲 因为还不成功 right so but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你要有一个目的咯 你的目的不应该是赚钱 I mean 到头来还是要赚钱 but你的first core value 如果他是以赚钱来做的话 万一有一天没有钱了 这样你的member就觉得不服了嘛 so 我们要有一个core value which is very organic的 就是他不应该是以钱来为主 他是以一个任务或者是目的 讲到好像伟大这样 是 有钱的时候就跑到 but就是以这个来当作base so that anything happens 至少我们还有这个东西可以follow 不是因为钱而已 你们六个都有共同的 这样子的一个意识吗 没有吧 就是因为可能大家没有想好当初 我要做了 我们做做做 到现在的这个地步我不能退了 身边的人有没有给你们一些 怎么样的意见啊想法啊 家人呢 家人又说你在玩什么东西啊 还是他们都很support 他们就support by the same time 我们几时可以赚钱哦 我不知道耶 我想知道 他们没有给你们任何压力哦 没有啦 就至少我们还没有到那个 没有钱吃饭的 可能到那时候就会有啦 可能到那时候就会有啦 但是至少现在 虽然是亏着钱 但我们看到一些部分 就是看到比去年 由商家来找我们啊 之类的这些变化啦 所以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再坚持 再继续做更好的一些内容的话 会有更好的反应哦 要让自己更加好 我们想我们常说一定要有一个学习的榜样 或者是想要超越哪一个单位什么之类的 你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吗 或学习的榜样 学习的榜样都有很多啊 我们本地就有很多那种 比如说比较粗的频道啊 那些我们就以他们的榜样 然后我们也有参考外国啦 就是像威拉 Manner 还有新加坡的几个频道就是 我看他们是以什么方式来跟他们的员工 然后他们的内容是以什么方式来进行 然后很多inspiration 我都会从 比如说我还是在看日本的综艺节目 所以就从那边学习咯 一点一点每天 你在日本生活几年了 六年了 是因为去上课学习 对我读大学我是读Engineering的 我读四年Engineering 我做一年Engineer 不要走 然后就回来做这个 来啊 Action 在那边工作的环境不好 不是啦 其实是我真的不喜欢那个工作 如果你给我做拍摄在那边 可能我会喜欢的 就是我真的不喜欢Engineer 所以真的是不要因为你父母这样去读 或者是你不知道的话不要乱来 冷静一下 一生话很长 是是是 对对对 要弄清楚到底自己想要是什么东西 不然的话你可能就浪费那一年了吧 对吧 也浪费那四年念这个科系 在日本的生活还好吗 好啊好啊 不错我蛮喜欢的 就是很方便的很多东西 是 那边不是有人形容上班族就是社畜吗 对啊 你真的有这样子的感受跟体会吗 我蛮OK的 当社畜 就是捧老板的那个 我蛮OK的 只是 我真的不喜欢那个内容 就是 很枯燥 对吧 对就是每天做实验啊 然后就看那个production line 那些事情 不是很喜欢的 就是他们的老板不可以回家 我不可以回家 那一个 那一个想法 我还好啦本身 嗯 你不好的就是工程这份工作 对对对对 工程师这份工作 如果你给我做别的可能 我会留下来吧 如果是做production 可能你就不会出现在蚂蚁蚁蚁蚁的 对对对 可是也是因为我读这一颗 才会有现在 今天这个变化吧 嗯 但其实这两个天愿之别啊 一个是工程师 一个是这个创意工作者 对对对 你还是说你至少就已经这种 有这样子的表演欲望呢 表演 我没有表演啦 就是我喜欢些东西给人家笑吧 然后在我十三十四岁的时候 我已经有做一两支影片啦 放在YouTube那一支 就是那时候我就很喜欢 我也是有讲过我要去念这种东西一般 就可能engineer会比较好吧 然后就去咯 因为我的哥哥我大嫂我坦哥全部都是engineer 然后就变成说我只有engineer这份前途包 然后槟城就很多那种geer langgeer lang 对对对 所以就自然而然 大家都是engineer 我身边啦 所以我就以为我没有这个选择 只能到我毕业咯 那有没有想过做stand up comedian 不能啦 我不是一个即兴的人 就是 但你还是要写稿吗 对不对 我是要慢慢的想 慢慢的想 好不好笑 再试试多几次问多几个人 好笑我才会写来 你最快的速度完成一篇稿是多长的时间 最快一天也可以的 就是一天才会做几个月的样子 然后那种花两个礼拜 但以后你用一天就好了 不要用这么多天好不好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试验商呢 其实除了有你们这些专业的公司 在做影片之外 也有一些网红在做影片 怎么把它们区隔开来 网红是以那种个人的吗 那种个人的网红 我觉得 会有瓶颈是吗 就是他们会有max的一个level 就是一个人你只能做这样多 然后如果一个团队的话 至少大家有个分工合作 然后久而久之就是大家会有自己的expertise 比如说一个会写一个会演这样子 这样子你分配到来会比较好啦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大马最强的频道 他们就是一堆professional来做自己最厉害的东西 对对对对就这样子 如果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快就会耗尽了 那对于这些企业家呢 或者说这些品牌 你是非常鼓励说他们可以拍这些短片 他们不用做了不用做了找我们 不要找电视台找我们可以啊 对他们要怎样去找呢 比如说这个市面上有那么多的 哦 video content greater 他们应该怎么去辨识呢 有没有一些心得可以给他们的 我觉得可能第一个是他们需要知道他们的brand positioning吧 就是他们要在观众眼里是看起来是怎样的 可能是要一个 young and fun 或者是very serious 可是如果你要 young and fun的话可以找我们 看我们 young and fun 在这个阶段啊 啊 ok 然后看他们要打个怎样的人哦 是男的女的啊几岁啊 然后他们的产品是适不适合以我们的 content 来去大量的宣传这样子 好啦那如果说有一家公司来找你们啦 可是他们要做的跟你们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你们还会接这个单子吗 他们给天价哦 接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立场 哈哈哈哈 钱来了就没有立场了 哈哈哈哈 添加吗你讲 对 真的是给添加 添加 ok哦 啊 就你们满意的价格 看是如果叫我们做一些比较 真的完全跟你们风格不一样的 vlog啊 嗯 或者是做那种赌博的啊 可能就不会接受了 要对这个社会也真的有贡献的 对 即使没有贡献也不要破坏这个社会的外风 这一些风气 因为我们也是用自己的脸 那现在你们的影片出去啊 你们爸爸妈妈有怎么样的反应吗 或者说走在路上有没有 啊啊啊啊啊 这个是谁谁谁的爸爸妈妈 他儿子啊就拍着一个影片的啊 哦爸爸妈妈 我们没有什么问他们呢 他们也是新爸新妈的 没有啦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很谦虚 好 最后一个很严肃的 到今年年底 万一 万一啊 真的没有达到你们的期望 你们会真的转换吗 还是你个人会转到哪个领域去呢 如果给自己后路的话 就会去那边了 哦 所以就是不要想那边 赶赶去拼 先做好现在 是 我明从去年一次讲到现在 还在活着嘛 所以继续这一个理念了 好 嗯 我们希望你们可以为我们 带来更多好玩的影片 好 想要看影片的话可以到 我必项挖金 Facebook YouTube Instagram TikTok like share follow like share follow subscribe 好 谢谢赛 谢谢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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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节目非常感谢 Wyoming Marketing的友情赞助 Wyoming Marketing自1969年以来 作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最大装表公司 企业客户包含 Gending Highland Xerox Maxys Digi Selcom Merry Group Hotels Inti University等企业 也荣获SME100大马快速发展企业奖 和JCI国际青商企业创意奖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浏览 www.yoming.com 获取更多详情 商界领航 百春巨海2022 正式接受提名 news 给大家看